大公衛學院與彰化縣衛生局合作的 萬人血清抗體檢測計畫 因為這個流程跟同意書 疑似沒有先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核 就引發了爭議 衛福部調查之後呢 最後是判定彰化縣衛生局 是在進行人體研究 違反人體研究法 可發十萬到一百萬元 而預計兩週後會公佈採處結果 就在三個月前 彰化縣萬人血清抗體檢測 沒想到三個月後 竟然引發醫療解戰火 這個研究結果 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還是要小心 認為是沒有到違法的地步 這樣的一個行政的作為 它到底是不是有沒有合規合舉 中央跟地方一條心的幫忙之下 我們把這個疫情守住了 支持我們局長 這麼勇於認識 疑似就是因為劉成同意書沒有先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審核引發爭議 衛福部點名原因這就是在進行人體研究卻沒有完備的研究程序 因此主管單位將依法儲十萬到一百萬元罰還 對於衛福部判定結果 啟動臨時機查程序 萬人血清抗體檢驗引發全國關注 如今卻被冠上違法 接下來該如何採處還有待相關單位釐清 華視新聞 萬山方啟年台北報導 我會想像 1965 2015 2015 2017 2022 2020 2022 202